在今天天气形态来说晴朗稳定 中午的时候从这个中部以北的高温都在三十四五度以上 你会感觉到一个非常热乎乎的天气 但是到了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朋友 你就会发现到天空当中云层量比较多 相对的温度形态来说也就没有像昨天那么的酷热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明天要注意什么了 先来注意到欧巴分成北中南东四个地方 你往东走明天有点短暂雨咯 因为最重要就在于说水气的发展增多了 吹着东风把水气带进来 台风现在已经在南海的位置 但是东半部地区会云量多 略微有些局部的阵雨出现 西半部地区天气晴朗 所以东山飘雨西山晴 西部地区仍然高温而炎热的天气 但南来北往的话 往北走阵风还是略微偏大 今天北部的台北阵风有到六级 甚至新屋的阵风到八级的阵风 都是因为地形风所产生的关系 明天仍然有这样的风场 但是到了南部地区呢 明天的午后阵雨要增多了 十一号台风目前朝西 礼拜五开始接近到广西 而对于我们来说高温的天气要持续 南部海域的风浪要增大 接着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先来注意到 昨天在旅宋岛的台风的强度非常的弱 今天的结构体来说有点完整 因为它进到了宽广的阳面了 在未来的走向来说会朝西的方向走 因为最重要在我们台湾的上空 这个区块呢是高压场的范围 使得这个系统呢就是偏西走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明天的时候 因为它逐渐的在南海移动过程当中 有些水汽拉上来 有没有看到有些水汽到 所以恒春半岛今天在这边旅游朋友 有点短暂雨 就是因为南边上来水汽的影响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路径了 以目前来看 到了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就逐渐到香港南方 礼拜六的时候开始接近广西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呢 南部海域的风浪会略增大 而且到四跟五的时候 上来的西南风水汽进入 会使得在中部以南的短暂降雨状况 尤其是南高坪三个地方会比较明显 其他地方会有点午后震雨 这样会持续到周休假期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了 在地面图上可以看到台风系统逐渐往西走 但在琉球群岛东南方海面 这边是一个大的低压带 未来呢在这个区块来说 还是有些热带扰动 会有发展的机会 那当然要等它发展起来 我们再看看它未来的路径 那再来看一下温度了 温度状况来说 在北部三十六 中部三十四 南部有没有看 云多三十三度 东半部地区云多有短暂雨 歪岛地区来说还是天气晴 小低龄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在于炎热的天气 小心别中暑 五后南部山区容易有误 山区活动的朋友要注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